紧闭的门窗 门外一群送货员等着上路 这是在荷兰与许多欧美国家正在快速崛起的黑暗商店 里面是小型的超市仓储 但顾客不能进门消费 只能应用程式下单 各种生鲜 杂货由专人捡货 几十分钟之内就能送到府上 快速方便不在话下 不过这些仓储大量取代零售小店 让街头失去活力 冷冰冰的线上购物取代人际沟通 加上机车单车快速穿梭的拥挤噪音 不少民众抱怨破坏了城市生活节奏 黑暗商店受到疫情推波助澜 快速成长 无接触购物防疫加分 还能省下交通停车与排队结账时间 接受度大增 吸引创投业者 大手笔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但在英国伦敦 德国柏林 业者也都面临噪音太恼人的指控 巴黎副市长还点名 黑暗商店是城市景观的毒瘤 而荷兰的路特丹与阿姆斯特丹 两大城市已经决定 暂时冻结新的黑暗商店拓点 以免重蹈当初Airbnb扩张过度的覆车 提供便捷生活的新創服务卻变成过街老鼠 当第三大暗店业者Flink Gorillas跟Gettier也有话说 强调顾客多数对他们的服务相当满意 也对社区经济有所贡献 希望与市府合作解决问题 成为社区里的好邻居 不过想要扭转民众的排斥 还得多花一番功夫 公日新闻是会中别译